分手的时候都挺难受的 可是你不能 面对问题的时候躲避啊 我还现在非常有意思 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像你们一样 面对问题的时候 不是非常积极地去承认 比如承认我们的情感 就是不如以前那么好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热度降低了 可能在这段相处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了对方身上这样那样 自己不能容忍的问题 所以人生是有无限可能性的 老师们也说了 可以放一放 也可以异地 如果你们的感情 真的情笔精尖 或者经得起考验 还会在一起的 如果压根就没有了 它天天再守你身边 再守一年西安 再守十年成诸 有一天你们还会分开 最后总结起来就是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情感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您请六十年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我也是真的不想 就是异地 但是我现在就是选择 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说我会为了你再去努力 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我会为了你考验考去天津 就是之后还是想跟你一起 一直走下去 但是也希望你就是 能找回我们之前那种感觉吧 对我也重视起来 我觉得异地不是问题 因为异地真不是问题 我觉得也可以说是 对我们俩的一个共同的考验 所以说我再想一想 这就我们看出来一个真实的关系了吧 在这种关系当中 女生显然比男生更重视吧 男生到后来也没给一个承诺嘛 也不清承诺是挺好的啊 行了 两位都冷静一下吧 来吧 请拿箱子里的记忆 我看男生放在里面的这个记忆 是一张车票是吧 对 什么意思 因为我觉得现在交通真的很发达 而且我其实心里真的特别喜欢他 因为我俩在一起也一直都四年了 我可以去看他 好 明白了 就异地我还会守护着你 是这意思吧 是 好 女生 你那给的什么呀 什么记忆啊 那是一个就是狗证 我俩之前在一起的时候 就一直说想养一只狗 就是我现在去宠物店买了这只狗 还是希望我们俩以后能在一起 重新开始就是养一只小狗 行 请回吧 两位 来 请关门 好 来吧 看这节奏的选择 请开门 行 热了就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了 下面我们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各位 像天津我是肯定会去的 下面我们见证 还是 我 我们看 幹车 是 这边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把小花童 拍一遍 ah 来 好 小花童 小花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